尋答時間為三十分鐘 主席有請蘇院長 請蘇院長 蘇院長你好 委員你好 我是十三年來就是再度回任了 在民黨執政這麼艱苦的時候 你就願意再回來 我們也對你寄望殷切好不好 那在本席就任之前 這個立法院已經有三年 都沒有喬選的立法委員 在這個立法院 那我是旅居長年在海外 紐約回來的立法委員 那這麼三年來呢 這個海外的僑胞很久都沒有 把他們的心聲表達回來 台灣跟海外僑胞的距離 也越來越遙遠 就是很久都沒有海外的聲音回來 那今天呢 我所講的每一句話 我要請在場所有的部會 大家所有人員 請大家認真聽 因為這代表我們所有海外的僑胞 還有將近五千萬的海外華人 都關心我現在所要講的所有的議題 請大家也請院長 給我們特別的關注一下 院長如果沒有記錯 十年前馬總統在就任總統的時候 就曾經在就職演說裡面講過 兩岸的關係 兩岸同屬中華民族 那麼兩岸的執政黨在這個 互相的認同上面是 建立互信 擱置爭議 求同存異 共創雙贏 我想這是過去馬總統執政的時候 基礎上是這樣的發展 那麼這三年來 我們眾所都皆知 這個兩岸局勢的惡化已經超過想像 海外的僑胞 每一個人都非常的擔心 這三年來台灣 在世界國際組織 或者是國際舞台上面的空間 都越來越狹小 所以這我們非常的憂心啊 而且我們知道在蔡總統就職的時候 這個一年來 不但這個兩岸 我們的大陸委員會 以及這個大陸的國台辦 台灣的大陸委員會 已經都沒有來往 還有我們的海基會 海協會的溝通機制 都降低層級 基本上應該這樣講啦 簡單說就是很冷凍很冰凍 兩岸的關係很冰凍 我不知道說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個一直蔡政府叫強調說 台灣現在是維持現狀 這個維持現狀是怎麼維持下去 我想這個我們陳部長很快就站上來 他就很明白 我今天想要關切的就是 一開始我想要了解一下 蔡政府在這個上任中年的時候 兩岸關係全面倒退 這是在報紙標題上面標下來的 那今天我就想做兩岸的問題上面 來請教我們院長 那我先盤點一下 我們兩岸關係這三年來 我想這個院長也可以了解一下 首先你可以看到 我們的觀光人數繼續下滑 從2016年開始有死亡交叉 2017年從400多萬的陸客 降低到269萬 而且他們的這個消費 也從94年以後 首度的降低到200塊以下 那麼第二方面你來看國際組織方面 我們呢已經爭取了好久的WHA 好不容易在2009年進去 一直到2016年 我們前續參加了幾年 但是前兩年2017 2018年 我們又再度被拒於門外 那這個國際衛生組織 真的是我們在海外的僑胞 都非常努力 那時候我記得去抗真的很厲害 就希望能夠進去 那包括這個國際的刑警組織大會 現在我們也是完全沒有辦法進去 那外交方面更不用講了 我想院長現在也了解 非洲的奈吉利亞辦事處被迫遷移 那聖多美普林西比多明尼加 布吉納法索巴拿馬沙爾瓦多 接連斷交 短短兩年之間我們的邦交國 從22個國家降低到17個國家 而且這些國家都轉去支持了中國大陸 所以我要講說這是雪崩性外交 應該雪崩性斷交應該是不為過了 院長從蔡總統就職的那天開始 就不斷的強調 這個政府會全面的維持現狀 但是我想了解 到底有沒有維持現狀 蔡總統對於國人的承諾 到底現階段有沒有實施 我想院長可不可以舉幾個例子 或者部長你們能不能舉幾個例子 來跟我參考一下 到底有沒有維持現狀 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這個維持現狀的決心是 一直是堅定的 但是改變現狀的是北京政府 我只要這樣講 我明白 改變 所以就是說 講來講去都是別人的錯就對了 都不是我們的 都不是我們都沒有問題 你讓我舉一個很重要的證據 因為部長你知道 就我所了解 中國大陸 北京已經推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它已經啟動統一台灣的進程 部長可是你要你了解 改變現狀的是北京政府 不是我們 理解部長 我完全了解 部長跟你要知道 中國大陸從一開始跟我們台灣交往 就已經講過 他是要堅持在九二共識的共識之下 那我們過去也都秉持九二共識的認同 現在九二共識已經是一國兩制了啦 所以我就說嘛 因為蔡總統一直不願意承認九二共識 其實 不是這樣的啦 他是要統一台灣 他有擊破感 沒有錯 但是我說 問題是 沒有承認九二共識之下 你一直怪大陸說他們秉持一個中國 雙方沒有交集 沒有互通 然後你說全部是別人的錯 我們自己都沒有錯 這就是你們的處理方式 我完全理解 所以我就講啦 這個總統今年的元代談話也已經講啦 他說 這個我們強調兩岸正常的互動的交流 不反對城市交流都是正常 但是你知道一講完話以後啊 我們的外交部馬上 在我們的這個社群網站上 就放了這個Lunatics 用Lunatics這個字來跟大陸溝通 院長你覺得這樣子是對的嗎 這是一個健康正常的交流嗎 我跟同委員報告 是 就是有關於中國對我們台灣的 所做的這些事情 或者是說 在元月二號所講的這些話 在國際社會上面是不被認同的 那在我們反應之後 在國際社會上面是受到支持的 是 布長你理解嗎 我們台灣現在的這個政策 在國際社會上面是受到支持的 那委員希望你能夠去看一看我講這些話的背景是怎樣 你以為這些話傳出去以後 是在國台辦的官員對我們大小聲之後 那我想委員不能夠在中國的領導人 或者是說中國的官員對我們的總統不好的時候 不像小孩子一樣在玩遊戲 部長兩岸關係不是像我們小孩子一樣在草來草去 沒有錯 但是中國對我們不禮貌的時候 我也希望委員能夠拿出良心出來 我們現在來看 我們現在來看 蔡英文政府 蔡英文在很快的時候 我們總統已經講了 她很高興的跟大家 所有台灣的人民講說 台灣的農產品外銷打破紀錄 只有提到說我們的生鮮水果 去年外銷了1.3億美元 近五年來成長了25% 哇 炸雞之下 我們台灣的農產品賣得超級好 但是你要知道 事實上是怎樣呢 事實上是 蔡總統沒有告訴其他 我們國人的事情是什麼 我們的農產品外銷出口 去年一整年突破了54.7億美元 其中生鮮水果裡面有1.3億美元 根據統計 2018年就是去年 廈門進口的台灣水果 高達4.7萬噸 有8616億萬美元 如果把廈門跟大陸所有的港口合併 去年大陸進口我們台灣水果 已經超過了1億美元 也就是說 去年大陸進口我們台灣水果 已經超過9成耶 而且不只是生鮮水果 讓我講完 對不起 這是我的時間 讓我講完 放眼整體貿易來講 根據經濟部國貿局的統計 中國大陸和香港 那是我們的第四大的貿易出口國 佔我們貿易 這個大陸 是我們的國際貿易總額第一名 中國大陸 已經高達1,900億美元 美國只有750億喔 還不到大陸的一半 而1,900億美元裡面呢 我們出口是1,300億 換算起來 我們對大陸的貿易順差 達800億耶 800億院長 80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 我們對大陸的貿易順差已經超過 那你告訴我 這個你們都沒有告訴人家 你說我們不要為了錢就忘了主權 那你告訴我 我們不為錢忘了主權 我們要怎麼樣來跟大陸 在這麼不好的關係之下 還能夠讓我們的老百姓 能夠繼續有經濟往來 能夠兼顧我們老百姓的生活權益 院長你告訴我一下 好 我現在來告訴你 第一 在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向中國買農產品水果 比從台灣賣過去多 所以這反而是 中國賣來賺台灣的錢 現在民進黨政府 是賣給中國的多 從中國進口的少 所以是賺錢的 可見 因為我們現在農產品外銷很重要 你不叫我講嗎 我現在講 可見 民進黨政府 還是非常積極 在兩岸之間貿易往來 沒有說 還不如往來啊 第一 而且成績比馬政府好 幫農民賺錢 第一點 第二點 衛言 剛才你講 我們外交部長講話 外交部長講話 是因為 中國國家領導人 講 已經九二共識台灣 我完全明白 而外交部長的講話 得到國際支持任何 你已經接受 部長給你的那些觀念 你認為說 我們用這樣對抗式的外交 就能夠讓我們兩岸的關係更好 你覺得你會持續的把台灣的這個經濟 跟大陸的往來經濟會貿易發展 你覺得這是正確的就對了 我現在完全了解 那我請院長再繼續看下一張簡報 我這個是王位 請你再看下一張簡報 院長你看這些國家 你知道這些國家表示什麼意思嗎 這些國家的象徵意義 沒關係 我告訴你 這是跟我們說台灣 中華民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 你再看一下後面的數字 什麼是後面的數字 後面的數字表示 2018年就是去年 我們雙方進出國貿易量的排名 你要知道這些國家 你看這些排序 根據我們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的速度 中日韓這三個國家 雖然還沒有簽訂FTA 但是你們都知道 日本去年10月中已經去訪中 很快的我們可以知道中日關係回溫 朝鮮半島的狀況也好轉 所以現在很快 中日韓的這個自貿協定就要開始談判了 那中日韓在我們進出口 台灣進出口的第一名 第三名跟第五名 香港是第四名 OK 基本上香港也算是大陸了 是大陸的範疇 所以中日韓不但是我們 這個台灣的進出口的貿易要角 而且也是全世界很重要的一個經濟體 三個國家的GDP加起來 全球在20% 亞洲在70% 那本席要問蘇院長了 現在國家都在結盟 現在都有關稅的問題 對吧 他們都結成自由貿易協定的體 請問台灣在哪裡 不但只有這個中日韓三個結盟 還有東南亞也有東協10加1 東協10加3 我想請問院長 接下來台灣的自由貿易在哪裡 台灣要跟誰去結盟 台灣接下去 你有沒有一個好的辦法 我們的定位在哪裡 請你告訴我 我們非常期待跟各國結盟 尤其是貿易的結盟 但有些結盟受中國的打壓 以至於很難締結 因為我就很擔心啊 因為院長你一直講說 我們會賣出去更好 大陸會給我們買更多 我們跟大陸經濟會更好 這完全是不成 你的邏輯觀念有問題 你跟人家感情不好 你跟人家不好 你說我們拼命賣給他 我們很會賣 我真的沒辦法接受 說實在的 院長請你繼續看 根據瑞士洛商學院 提出來的這個表 你看我們台灣在經濟表現 政府效能 企業效能基礎建設四個方面 全部都是大批下滑 大批下滑 甚至於我們從 國際貿易的項目來看 我們從2016年的第七名 重衰到2018年的19名 院長我們中華民國 一直是以進出口為導向的 經濟實體 你一定要記住 進出口對我們有多重要 而我們這幾年來 衰脫的這麼厲害 我對你寄望盈切 真的院長 好 接下來我要來說我們的外交 我相信民進黨政府 一直告訴我們 我們全國的老百姓 所有的中華民國國民都說 我們盡全力在各方面 要維護台灣的主權 但是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第一個雪崩式的斷交 我們建交了19年的 這個聖多美普林西比斷交 不管是什麼原因啦 斷交就是斷交了 對不對 你可以怪怪 又來了 什麼都是大陸的錯 大陸去金錢外交 大陸講都是他們 都是他們錯 我們台灣沒有錯 好2017年 中華民國跟巴拿馬斷交 而且我們在巴林 厄瓜多 奈吉利亞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很多的邦交國 跟駐外管處 原來用中華民國跟用台灣 通通要改名字叫台北 最後一個大家知道嗎 2018年全部人都了解 2018年5月1號到8月24號 短短113天 我們斷交了三個國家 多明尼加布吉納法所 薩爾瓦多 而其中 多明尼加跟薩爾瓦多 跟我們建交多長 你們知道嗎 77年也斷交 好吧 第二部分這是外交 第二部分 國際組織參與力 大家看一下 國際刑警組織 第87屆 我們努力了半天要進去 希望能夠站到觀察員 沒有辦法進去 WHO 我剛剛講了 從2009年 好不容易 我們以觀察員的身份進去 到2016年 政黨輪替之後 2017、2018 我們只能旁聽不能去 國際民航組織更嚴重了 2013年 我們好不容易 以貴賓的身份去參加 國際民航組織 而且這個組織真的很重要 它對於台灣的整個航空業 對於整個台灣的飛航安全 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可是2016年 政黨輪替以後 又被排除在外 這些你要講 都是大陸打壓我們 沒有錯我承認 但是院長 大陸打壓我們以後呢 我們現在出去 只能用中華台北 用台灣 台澎金馬 個別關稅領域來用 我們現在也很少的邦交國 事實上來講 我們受傷很嚴重耶 部長 我們呢 院長我們在這個外交 我自己從海外回來 所有外交人員在海外 我都給予高度的肯定 跟支持 因為他們真的非常非常辛苦 可是呢 過去三年來 我們的外交 我相信 如果我們打分數來講 真的交出了一張很糟糕的成績單 因為我們的外交 就受制於兩岸 所以我能夠體諒 外交官難為 但是 什麼原因呢 主帥無能 賴死三軍 因為我們的蔡總統的這個組織 他就是不願意去承認 不願意沒有辦法溝通 他就怪別人不跟他溝通 我覺得這個如果在院長 你這個任內沒有辦法調整 兩岸關係繼續這樣冷凍下去 我真的擔心 我們海外僑胞真的擔心 我們五千萬海外華人都真的擔心 最後 我要跟 我還要跟院長 還沒講完院長 還有一件事 喬治很重要 院長我要告訴你 因為我的時間真的很有限 所以我要告訴院長 來院長你看一下這個影片 這一段影片 是我自己親自在紐約街頭拍來的 就在今年的過年的時候 紐約皇后區的法拉盛地區 在七十年代 他本來是一個亞洲 這個拉美裔的非拉美裔白人 還有少數日本人 現在幾乎都 後來都是我們台灣人了 當然現在很多大陸人也都進去 他稱為小台北或是小台灣 現在法拉盛和曼哈頓的華國 兩邊都是很重要的中華文化的象徵 叫做中華曼哈頓 每一年的遊行也都很多人參加 但是你看到這個遊行 今年一面台灣國旗都看不到 整個僑界都在轉變 我自己是僑胞回來的 非常了解 所以我要讓院長了解一下 你知道僑界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因為蔡政府在海外 不斷的想辦法分散這些僑胞 而且用很多你知道僑胞愛國家 是完全沒有理由的 你知道嗎 大家都是全心全意 為了為台灣付出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我們這個 蔡政府呢就是想盡辦法 放在我們的這個僑界裡面 伸進去很多的手 想要去干預 不知道是想要讓這個僑胞 大家都過的日子太舒服了 所以讓你想辦法找麻煩 包括兩年前大家看到 開除了榮譽職人員 我們吳欣欣委員長 其實我也很肯定他了 他真的很辛苦 全世界跑透透 可是呢 他為什麼 可能是因為我剛剛講的 主帥無能淚死三君 因為長官很需要 這個所有有中華的都不喜歡 想辦法把中華都拿掉 所以我是不知道說 改這個到底有沒有幫助 到底對台灣有沒有幫助 所以譬如說把僑胞 改成這個 把華僑改成僑民 或甚至於我們有一些這個榮譽職人員 院長你知道嗎 榮譽職人員是沒有拿錢的耶 榮譽職人員在海外 全部都是掛一個title 然後呢 幫中華民國發聲做事很努力 過去是榮譽職人員在海外 非常的驕傲 就說我是政府認可的 我對國家有功 但是現在呢 榮譽職人員還會被開除 開除的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他們去了大陸 他們參加了大陸的社團 我要報告院長 海外的情況跟台灣不一樣 如果我們台灣只是把自己局限起來 哪一些社團或哪一些人 他去參加了大陸的參會 他去參加了大陸的活動 你就認為這些人 我們不能給他榮譽職 我們就要跟他切割 我們只有把台灣的路越走越小 院長 大陸的做法完全不是這樣子 過去他們謹慎小心 他們都很怕被貼標籤 所以他們出來的人都很小心 都不敢亂講話 現在反而是我們台灣的人很小心 我們怕我們跟大陸人多講兩句話 多吃兩頓飯 我們就變成了被貼標籤的紅色人物 然後我們跟台灣的距離就越來越遙遠 所以我真的要勸告院長 在這方面的僑民政策上面 一定要做大幅的改進 我們要包容 僑胞對台灣的感情 絕對不會因為去吃幾頓飯 參加幾個活動就改變 他們的心裡面 也許兩邊都是中華民族 但是我們要怎麼樣爭取他們 來傾向台灣多於中國大陸 是要用我們的真正的包容跟愛來理解 我覺得吳欣欣委員長這點真的很努力在做 但是有一些政策上要改變 他沒辦法 我最後 不是我還要講的是 包括這次即將要主行的歐華年會 我都希望去年已經停辦了 為什麼停辦 我想各種原因大家也明白 政府不要在太多的僑借組織裡面 深入干預的手 讓他們能夠自行 僑胞都是自己付錢 買機票 登記費去參加所有的活動 就讓他們自己想參加的人去參加 主辦單位好好的整理 把僑胞的感情融合起來 都是台灣在國外最重要的力量 所以這幾個是我覺得 這個僑借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那本席要趁這個時候 來跟這個呼籲 我回答一下 順便跟院長先講一下 院長 華僑為革命之母 如果沒有華僑的支持的話 台灣今天中華民國的發展 不會這麼好 所以我們要更重視這些傳統僑社 那最後我要提的 是最後了 我今天花很多很多的時間 就是要告訴大家 從兩岸 從經濟 從外交 從僑胞的議題 來跟大家討論 這些歸咎起來 剛剛我講的 兩岸啦 外交啦 僑民 很重要的是我們台灣 在意識形態 台灣在意識形態 事實上 蔡總統就任以來 一直說轉型正義 她一連串 獨斷獨行 從清算國民黨的黨產 到不當黨產委員會 一路走來 轉型正義 是她的最高指導原則 可是這些在台灣人民的眼裡看來 你覺得沒有反彈嗎 院長 去年年底的九合一大選 你們大敗 你就可以感受到 其實民眾看得很清楚 本席也支持 人民黨長期執政期間的相關檔案跟史料 都可以還原 所有的這些 這個歷史上 社會大眾對於這些 所有歷史上的經歷的事情 我都抱著正面跟公開的態度 所以中正紀念堂可以轉型 作為政治檔案公開的紀念館 我認為可以透過社會 公開理性的討論 來尋求社會的共識 但是我要強調 不當黨產委員會 跟促進轉型委員會 這兩個 我覺得是台灣最荒謬的兩個 這兩個部會 你要秉持公平正義的原則 為什麼 因為這兩個部會 已經在她過去這幾個上面 非常有針對性 非常有清算性 對於促進社會和諧 撫平傷痕 招逐對立 一點幫助都沒有 台灣走到今天這樣的一個民主化 對於過去 你說蔣經國的威權 我們一直 不去 他有沒有功過我們不講 但是現在的台灣 不停的講他的過 不停的縱容這些民眾 一直去詮釋他 過去對台灣不好的地方 我覺得這也不是一個 客觀呈現的地方 反而是主觀意識形態 所以我今天還要跟院長 報告兩個社團 台灣的這兩個社團很重要 第一個是婦聯會 婦聯會被認定為 認定為國民黨的附水組織 但是不當難難委員會呢 對於他過去成立的背景 還有過去他的社會效應 完全不提 婦聯會成立在民國39年 當時國家在什麼樣的情況 危險動盪的時候 所以鼓勵婦女同胞站出來幫忙 院長你知道50年代的時候 台灣小兒麻痹盛行 很多孩子都沒有疫苗可以打 還要去用日本的過期疫苗 就在那個時候才會成立了婦聯會 政府沒有錢 所以補助 補助婦聯會來想辦法 讓一些民眾來支持 那個時候的貧窮世代的悲歌 所以成立了振興意願 所以到現在 我們不講過去的歷史 而一直來罵說現在的婦聯會 有很多錢 然後他們是不當附水組織 而沒有輔導他們 很重要的轉型到一個社會福利的組織 這樣子才能夠真正的撫平社會的傷痕 在台灣的婦聯會 我想講一下救國團 救國團也是一樣啊 救國團民國41年成立的時候 行政院籌組了一個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 是國防部的組織 院長你等一下 還沒講完 這個組織呢 是聯繫了海外的青年 海外的僑胞 還有青年保衛國家 但是這些對於青年的功能跟貢獻 都不能夠磨煞 成立了六十幾年來 很多社會上的人都看得到 他一路轉型成為一個公益團體 但是今天也是被打壓 打壓到現在 他們所有的人本來是做公益的服務的工作 本來是很驕傲很開心為台灣在服務 但是現在出來以後呢 這些人通通被貼上附水組織 這兩個組織都被打壓得很厲害 院長我剛剛講的這些都是民進的 民進黨政府 處轉會 不當當產委員會 不會告訴國人的這些過去的歷史 意識形態已經讓台灣 這個破壞了台灣的憲政體制 導致了政治的效能不彰 在兩岸的問題上 也因為統獨的問題 跟對大陸的戒心 我們很多的台灣老百姓都被犧牲 很多的經濟 我們有的經濟機會也被上司 原本應該是台灣要走向真相和解和寬恕 結果現在都變成什麼 政黨鬥爭的武器 所以無辜的政治受害者 沒有辦法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平反的 一個國家的政治機器 如果要改朝換代就要改換作法 所以現在換人就要重新再來 蘇院長 你現在是重新再來的院長 有很多的力氣 我們過去都已經耗費在內鬥裡面 所以我們海外華人的心聲 請蘇院長 請所有的行政團隊重新思考台灣民主的時刻到了 我們要不問立場 用更務實更長遠的國家發展來看 要推檔這個意識形態的高牆 院長你同意我講的嗎 我可以講話啦 是 好太好了 你請坐 我來講幾句話 來 我不要坐 第一請你倒回去剛才 喬社遊行那張照片 好不好 來 來 好 再好啦 再前面一張 再過來還有一張更大張的 好 這樣就好 這是你照的照片 是 你要感謝民進黨啊 因為 在沒有民進黨時代 你秀這些照片叫做未毀宣傳 要抓去管的 第二 委員 你從剛才 你不是要叫我回答嗎 是 好 你請坐一下嘛 你從剛才是演講 不是尋打 我特別要 我代表的 所有海外僑胞的心聲 大家那麼關心的問題嘛 所以我就說 我來回答 多先了解我們的心聲 然後院長 你的看法跟我有差距的時候 我們可以來理性的探討 理性的溝通 你不是希望 知道政府的態度嗎 是 我現在就在表示政府的態度嗎 所以 你光自己一直講 你不知道政府態度嗎 我現在跟你表示政府態度 你長年履居海外嘛 真的 你是履居太久了 不知道台灣變化怎麼大 第二 你是履居美國吧 紐約 對 美國雖然兩個黨競爭那麼厲害 但當外敵 他們都是一致對外 你看看民主黨也好 共和黨也好 沒有像台灣 中國國民黨這樣 像貴委員 拼命把台灣今天處境 都是民進黨錯都政府錯 院長 中國都沒錯 沒有中國國民黨 我看台灣現在完蛋了 真的 你要知道 一路走來 兩岸的關係已經到這麼緊繃的時候 都是民進黨一路把台灣推上 危險的戰爭前線 你不是說你還要拿著哨索去打 去戰爭 去站在前線嗎 我聽到這句話院長 我真的要拜託你 院長 你可能年紀 跟我們有那個decade 有那個世代的交替不一樣 現在已經不留心 用哨索去打仗 院長 現在的打仗的武器 這個五代進步到什麼程度 所以我們聽到那句話 只會讓很多年輕人覺得 很好笑 如果今天的高層 像院長這樣的層級 都要拿著哨索去打仗 那我不知道年輕人 他們怎麼活下去 但反過來說 我也反過來說 如果照你們現在這種論話 那823炮戰的時候 就應該拖翔了 時代不一樣了 蘇院長 我一再跟你強調 那個時候 人民的心也不一樣 大家團結在一起 你要知道現在民進黨 用什麼樣的態度 對待台灣的社會 你要看看 我剛剛講的轉型正義 不讓黨參委員會 怎麼樣分裂台灣 不是我們在想辦法撕裂 僑胞多麼希望台灣團結 多麼希望台灣能夠堅持 成一股民主自由的堡壘 是民進黨忘記了民主自由了 你們把民主自由濫用 濫用到什麼程度呢 濫用到現在在清算鬥爭 所有在歷史上 對中華民國有貢獻的社團 有貢獻的組織 都被你們清算鬥爭 你覺得這樣子 商品會抹橫嗎 你覺得這樣子 這個台灣社會會和諧嗎 完全看不到 蘇院長 我真的請你 一定要好好想清楚 我好擔心 真的 你擔心就是要治療嘛 所以我再給你治療 所以我再想辦法告訴你 我們所有僑胞的心聲 就是要代表他們發聲 你們要站在更高層的 院長 你的層級不一樣 你要站在很高層來看所有的問題 這些問題就是要怎麼樣讓台灣和諧 怎麼樣能夠沒有對立 怎麼樣能夠讓大家的所有的誤解 能夠有溝通的管道 我剛剛給你指的一條明路 你知道嗎 你想辦法把這些 你要打 你要清算鬥爭的組織 你把它轉換成社會本來正面的力量 婦聯會 救國團 軍人自由社 都是正面在幫助台灣的公益團體 你讓他解釋清楚 劃分清楚界線 不要一句話就說 你們是附水組織 你們就不要在這個台灣社會上存行 讓這些在裡面的台灣民眾 或台灣工作人 這些上班的人 都心裡很難過 沒有辦法好好生存下去 所以我對你的期望很高 希望蘇院長 你聽到我講的話 想一想 真的 五千萬海外華人 都希望台灣的民主自由長存 民主自由是用來跟大陸最好 能夠談 最好會談的一個武器 你不要自己把它毀掉了 讓我們失望 謝謝 謝謝院長 你看不要我打了 你就沒有信心 你如果有信心 要讓我講話 我只是不想說 讓院長 這個還沒有想清楚 隨便講 然後呢 又被我不小心 我不但想清楚 而且是做 今天台灣打開民主大門 正是我們那一代人 不怕被國民黨抓去關 抓去殺 才打開 你今天才不會為悔宣傳的 蘇院長你講這個話 又脫離時代太久了 真的 那個是過去的時代的事情 你現在去做民調看看 現在的一般的老百姓 一般的年輕人 重視的都不是這些東西了 他們重視的是 你怎麼樣帶領我們走出 台灣的未來經濟 未來經濟開放 未來台灣的未來在哪裡 我剛剛已經告訴你了 這兩三年來 我們的經濟下滑的程度 你如果要講我都不打斷 讓我害怕 讓我講你就不要打斷 蘇院長你要讓我們知道 台灣接下去 怎麼樣能夠有 災爛光明的未來 我們的民主自由價值 真的要能夠彰顯出來 這是我們的期盼 不是我不要講 因為我覺得你 我不讓你講 不是不讓你講 因為我怕你講出來我會生氣 我一直在 你剛剛不是講你擔心嗎 你在美國 你如果有擔心 去看醫生 那醫生也 你講完以後 就要讓醫生講 我不會 因為我有一顆愛台灣的心 我不遠千里 放棄我的美國護照 一心一意回來 跟台灣人民打拚 這就是我 els請淋 叫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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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